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媽咪我怕 大家有過晚上睡覺時不是亂想而睡不著的經驗嗎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就是 有一個小男孩在晚上睡覺時發生了奇異 有一個小男孩他喜歡把他的屍兵擺在雙邊 因為他總覺得會有人來攻擊他 他需要士兵保護他 他睡覺時他的窗簾 鴻馬不亂的窗簾 他睡覺發現鴻馬幾乎在跳舞 結果越來越多隻 越來越多隻 有一隻很老快要將屁屁坐在他的臉上了 他必須不要講 媽咪我怕 第二天 爸爸媽咪幫小男孩換了新的窗簾 窗簾上都是充滿勇敢聰明的士兵 他睡覺發現士兵在打架 有一個士兵快要將他的鼻子牽下去了 他必須大叫 媽咪我怕 第三天 媽咪媽咪高小男孩把窗簾拿下來 希望他可以平安的睡 但他睡覺發現 媽咪沒有離開他的房間 他穿起士兵裝 讓士兵跟鴻馬一起打架 士兵把鴻馬趕跑了 他們累了就一起睡著了 謝謝大家 好